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心在宇宙里 听懂的心动 哟哟哟 会还是不会啊 真的假的啊 真的会啊 好 走动一下 这一题我就要讲 我当年也讲过 我曾经遇到一个 中国大陆来的一个中医 他跟我说过 现代的中医教学 跟真正的中医教学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 古代从道里面衍生的中医的这个树 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宇宙观 你没有办法学好中医 你帮人家把脉 你以为那么容易啊 就这样把 这个感觉一下就算了 不是耶 撒仙把在这个脉的过程中 你融入他这个里面很多的世界里了 你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那才是神医啊 那才是中医啊 不是说今天你背书啊 皇帝内经背 背完 全部背完 然后结业考试都过 然后你就是中医师啊 不是的 但是今天的中医师绝大多数被学校教出来的 就是刚刚讲的印刷的印 印新了 但是懂不懂呢 不知道啊 个人的诀窍 个人的吸收多少 那有没有到这个日央印了 等这个印呢 那就是个人 修个人得了 就有些老中医 一无二学 哎呀呀 你有什么钱是什么病 讲得非常完整 为什么 融入到你的小宇宙里面去 你的心 你说你今天心在哪里 也在宇宙里 是大宇宙小宇宙 就仅此而已嘛 就这样子 看你到底到哪个程度 说穿就这么回去